《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這個星期的A1社會新聞版都是一些社會慘劇 所以沒有什麼好說的 反而是看到娛樂版的時候 就看到了一個跟普通話有關的字 那就是TVB的一位小生就 Chel Hey 無作息 就說他的普通話說的不好 那就把一個字就是電視劇DNCK 那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就把電視劇讀成 說成是我正在拍電視劇啊 電視劇 那其實我覺得要學好語言最重要的就是要敢講 千萬不要怕說錯最重要的是敢講 那這個DNCK在普通話裡面正確又是怎麼唸呢 那就是電視劇 電,我們在家裡看電視 家裡有很多電器 電話的電,電 那電是第一聲 電是第一聲 電視劇的電是第四聲 電視,視覺 電視,視覺 視覺 視覺 電視劇 視是第四聲 詩是第一聲 又不同 是劇 劇情,劇本 電視劇,社會產劇 劇就是這個劇第四聲 劇是第 豬就是第一聲 豬是第一聲 這個用普通話唸是電視劇 但他們就說他把這個電視劇讀成了 丁,西,劇 那其實正確就是電視劇 香港人都喜歡看電視劇 香港人都是看電視劇長大的 很多人都喜歡看電視劇 我們只要經常唸 如果你覺得不記得那個聲調 不要緊 強計聲調是沒有用的 有時間的話 就把這個電視劇 念十遍 那你肯定會學會這個字 電視劇 在家裡每天晚上我們看電視劇 可以了吧 就經常講的話就沒有問題了 好,今天要給大家講什麼呢 就是既然沒有什麼社會新聞好談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 一些字或是一些物 東西就在廣東話和普通話裡面有什麼分別 在廣東話裡面是怎麼說 在普通話裡面又是怎麼說的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就是OK OK 我們FUN OK 吃飯 FUN OK 但是在這個普通話裡面我們不說烏奇 我們不說烏奇 我們說家裡回到家裡 回到家裡吃飯 我很快就要回到家裡了 家裡 OK 家裡 我們家裡有什麼呢 家裡有雪櫃 雪乖 雪乖 打開雪乖有很多野食啊 雪乖 你看夏天夏天到了 雪乖就好腫瘤啦 雪乖 普通話 雪乖叫 冰箱 冰箱 或是 墊冰箱 也可以冰箱 但是廣東話不說冰箱 就說是雪乖 雪乖就是冰箱 好 晚上在睡房裡面睡覺 睡逢 翻到水逢 翻到水逢 但是普通話 一般都會說是 臥室 臥室 回到臥室 睡覺臥室 水逢 臥室 下面這個呢 就分別非常的大 就是這個 拐筒 就是把那個拐筒 打開拐筒 打開拐筒 可是在普通話呢 這個字是完全的不一樣 普通話裡面說的是 抽屉 抽屉 打開抽屉 我們不會說打開櫃筒 是打開抽屉 把抽屉拉開 抽屉拉開 拉開拐筒 但是我們是把 抽屉拉開 抽屉 分別相當的大 還有這個也是 分別很大的 如果你不看字的話呢 就真的是不知道 這個到底是指什麼 香港人就會把這個 我們洗澡用的那個 肥皂 說是 翻杆 翻杆 他用翻杆 塞掃 用翻杆 沖涼 翻杆 但是在普通話裡面 我們是說是 肥皂 肥皂 是不是非常的不一樣呢 單看字面的話 還真的猜不出這到底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煲 煲 這也是我們不會說用煲 不會說用煲來煮東西 我們都是說用鍋 鍋 或是鍋子 或是用鍋子 用鍋子煮飯 用鍋子燜東西 鍋 不會說用煲 但是廣東人都是用 都是用這個煲 煲飯 煲通 煲 用煲 煲也 都是這個煲 但我們是用講鍋子 鍋子 或是鍋 大人哪個 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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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香港人說的錢 那就是 銀子 銀子 但普通話說的是 鈔票 鈔票 不說銀子 我們說銀子 我們說鈔票 那零錢呢 零錢 那香港人會說是 三級 三級 可是在 普通話裡面 我們就說是 零錢 你還沒找零錢呢 你有零錢能借我嗎 零錢 我們需要零錢 搭地鐵 搭巴士 零錢 零錢 這就是分別了 好 我們來看一遍 大家還記得 這個字怎麼念嗎 這個 對了 那就是 電視劇 電視劇 還不會的話呢 今天我們要上面十遍就肯定記得了 好 OK 是 家裡 家裡 翻OK 回家裡回到家裡 雪櫃 雪乖 冰箱 冰箱 水逢 是 卧室 卧室 拐筒 是 抽梯 抽梯 翻桿 是 肥皂 肥皂 煲 是 鍋 或鍋子 鍋 是鍋 是鍋 千萬不要念成鍋 不是鍋 鍋是錯的 不是鍋 是鍋 鍋子 鍋子 鍋 電飯鍋 嗯 還有這個 岩籍 是 鈔票 鈔票 散籍 是 零錢 零錢 好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星期六晚上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 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